今天想跟大家說說腳架 為什麼無緣無故會說腳架呢 第一 這是我每天都會用的 因為我差不多每天都會拍片 第二 因為我又買了新的腳架 為什麼來到2019年6月 我仍然再買腳架呢 我又不是沒有的 你看看 這裡有一隻 這裡有一隻 我現在整天都用著這隻 為什麼仍然會買Pick Design的Travel Tripod呢 為什麼呢 原因呢 待會再說 或者有些人會覺得 你有那麼多腳架不如你想想Gimbo 如果大家是用相機拍片的話 尤其是大部一點的相機拍片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不要用Gimbo 第一 如果你像我這樣拍的話 一隻可以負重2kg的Gimbo 我看到最輕 現在我說最輕 看到最輕可以負重2kg的 都起碼1kg 即是說你這隻東西 我當你這裡2kg 即是Gimbo和相機2kg 已經算很輕了 有些Gimbo 你知道 連上整隻東西已經是3-4kg 你覺得你這樣拿著 你可以拍多久呢 你拿到差不多 因為你是一個直的角度來講 那就是你會開始震 開始震就算一隻多無敵的Gimbo 都幫不了你 你不要想Gimbo就是完全不震 並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現在就看很多人用Gimbo的片 或者是有些review Gimbo review的片 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太聰明 在這方面 即是用Gimbo這方面 就真的不要用 我不是說放相機在Gimbo上去做平衡 這麼簡單的事 不是這件事 而是 你怎麼想那些鏡頭應該怎麼動 那些鏡頭應該怎麼動 是那些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片 它用Gimbo 其實它也做了review片 但是它的鏡頭是 真的不太漂亮 所以如果你 好像我這樣的 又是剛剛開始拍片 又在想用Gimbo的話 停一停想一想 你想一下 你為什麼要用Gimbo 你想一下鏡頭是怎麼走的 如果你連鏡頭的動作都想不到的話 千萬不要用Gimbo Gimbo只會讓你整個影像出來 有點奇怪 因為你完全沒有移動的動作 你只是一個很奇怪的panel 很奇怪的轉彎 其實是很不知道怎樣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Gimbo未必是一個你的選擇 至於那些Gimbo說 兼容你的相機問題 因為相機可能有機身防身 那些我已經不說了 那些再技術一點的東西 我已經不說了 而是你應該要想一下 你的鏡頭應該要怎麼走 那些才是最重要的 至於為什麼我又買Predesign 這個Travel Tripod 原因就是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就是我買它的最主要原因 其實我開頭上次那條影片 就是我之前那條影片說 Travel Tripod那條影片 就那時候還未出門 所以我是不知道 原來它那個快插板 和Ball Head 是可以就這樣一放下去 就已經自己鎖了 那你見到我現在這個 這個是一個Joby 腳是Joby 我上面換了其他牌子的Ball Head 這個就是Arca 所以我現在Predesign這個板 因為它是Arca 所以這樣一放下去 我可以扭緊它 那你也會見到 我是要用些時間的 即是你放下去也要扭 但是Predesign那個 就是你一放下去就已經鎖了 那這個功能是真的很幫到我的 因為我差不多每天都拍片 所以如果我又要拿出來 這個動作 就省很多時間了 始終工具的東西是沒有完美的 Predesign這個腳架 也有自己的缺陷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我開頭 不想買的缺陷 就是它的Ball Head 它其實是做了一個反Ball Head的設計 你會見到我現在的Ball Head 就是 那個Ball 就是這裡的 這裡 然後 這些是傳統的Ball Head 但是Predesign那個 就是把Ball 反過來裝在下面 這個是有好處 就是因為你不需要好像這個這樣 要用反腳 才可以把它的空間縮得細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它 那個Ball Head 一 Relay 就是一鬆了 那它就是這樣 一鬆了 就是所有Ball Head 一鬆了就是這樣 那你就變成做不到Pen鏡 Pen鏡就是平常這些正常的Ball Head 那你鬆了下面這一塊 因為它這一塊是鎖住 它下面其實還有一塊片 這塊片就是你的腳和Head結合那裡 那如果鬆了這個扭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個 很平滑的水平的Movement Predesign那個就沒有這個動作的 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Updactor 那它現在就賣25元美金的 雜資期完了之後 你有一個Add More Function 那在Add More Function那裡 你就可以加配件了 第一個配件就是那個Updactor 那你就可以把腳出來就是這樣的 下一個這個Updactor 它就變成了一個螺絲頭 那就可以你用回你自己的Head 或者你可以轉做這一類型的拍片 拍片的Widdle Head都可以的 我這隻是Manphoto的Be Fit Live 那我覺得如果你買Predesign腳架的話 有一件事是需要加的 就是它的針腳 其實大多數牌子的針腳都不便宜的 應該大約是 約30至50美元左右 那些針腳 但是Predesign這個三隻都是25元而已 所以你算一下這些價錢 其實它是OK的 但是有些人都會覺得很貴 其實在同級來說 我這隻Manphoto的Be Fit Live Carbon 我忘記了它的副廠好像是4KG還是5KG 4-5KG 現在Predesign說的是9KG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不是喔 有些Youtuber都會說 它中間那條中軸這麼幽 會不會斷啊 或者是夠不夠力啊等等的問題 其實它是之前呢 有拍過一條影片 解答過這些問題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讓大家知道的 其實呢 你這條中軸呢 當然啦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升起來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夠高 高炒嘛 高炒回來 你是可能開盡的 當然有些人也會說你 喂 腳架不是給你開盡的喔 因為你開盡 你這條軸怎樣都會有一點點動的 你看到我這條Predesign的中軸呢 它不是做圓形的 Predesign也是一樣 它條中軸雖然這麼幽 但是不是做圓形 不是做圓形有什麼好處呢 不是做圓形的話呢 唯一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拿到多點多點的摩擦力 有多點多點的摩擦力 就是說什麼呢 它可以穩陣一點 所以 為什麼你會看到很多拍片的腳呢 它這些位置不是做圓柱狀的 就是因為圓柱狀呢 事實上是真的摩擦力會低一點的 摩擦力低一點的話 就是說負重能力會弱一點 其實不是說你的相機要多重 大家誤會了一樣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呢 你是需要另外再加重它 好像現在這樣 一隻腳架 你勾一些重東西下去聚著它 令到它更加不動 更加穩陣 這個是很多時候 用腳架的正確一點的用法來的 所以為什麼 大家應該要買一些 腳架的級數會高一點 高一點的意思就是 它的負重能力高 所以如果你問我 Pret Design的腳架 和這一支腳架 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level 一個負重9kg 一個這個我忘記了 5kg還是4kg 你想想 差一倍的重量 是不是不可能是同一個level呢 而且你想想 我現在這支Pret Live 其實已經是非常方便 但是還要反腳 因為它沒有可能做到最小 因為始終它是用一些傳統的設計概念 這個head是有高度的 所以大家是會有好有不好的 我不是說Pret Design的一定無敵 要秒殺了這個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始終兩樣東西是有大家少少不同的功能 第一 這是一個攝影用的雲台 或者是Videohead 它是可以很完美地做Pen和Tel的照片 Pen Tel的照片 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還有一個非常之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這裡其實是一個雲台 我下好之後 我覺得不平 你知道有時候你去的地方 就算你下了腳架也好 你都會看到不是完全水平的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找了水平位 然後就鎖了它 那你做Pen和Tel的動作 就會是適合的 這個就是Manphoto 我用這個Pret Live 我現在覺得它仍然是最好的功能 就是這個位 Pret Design那個真的不好意思 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問我 我要帶出去旅行的話 這隻我真的未必會帶去旅行的 這隻是我出去拍攝 可能有些工作想我去拍片 我會帶這隻 因為拍片 這隻是一個拍片用的雲台 反而如果我真的去旅行 我真的會帶Pret Design那個 因為它的腳收起來之後 是這麼粗的 因為我這條不是贊助片 它沒有寄到一隻腳給我試 所以我是不可以就這樣拿出來做一些review給你看 但是我看到它是這麼粗的 那你想一下 一隻這樣 一隻這樣 那你選哪隻 而且高度 大家出來的高度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兩個 如果我真的拍片 旅行想拍片 那我帶這個Hat 應該都OK了 那也有些人會說Pret Design這隻腳真的好像太貴 不合理地貴 那是不是呢 它的Carbon版現在它在Kickstarter集資499 其實我是有些覺得貴的 我真心說 我也覺得它貴 但是它貴的地方 是有道理的 第一它的腳 剛才有說過 它不是原柱狀的 它要找生產商去幫它生產 不是原柱狀的Carbon 是真的會貴一些的 所以沒有辦法 就會變貴一些 而且它中軸 Carbon版的中軸 下面那一節 都是Carbon 所以下面那一節都是Carbon 還要這麼幼 其實不是很多生產商可以幫到它 沒有辦法 所以還沒變貴 我不是說要幫它說好說話 而是大家要想一下 它是一間新的廠 可以算是 如果你說這次是第一次做腳架 當然是新的廠 它不可能像Mavoto那樣 它可以壓到支托員 給它很便宜的 而且它做的腳是很標準的尺寸 它已經是不標準的尺寸 那肯定是貴的 講開又講 我是知道它的腳 其實是在大陸做的 當然啦 有些人也會覺得 不是吧 中國大陸做的 都盡要買這個價錢 其實中國大陸也有些廠 是做得很好Quality的 所以大家就 不要用這麼有色的眼鏡去看整件事 最重要是QC 最重要是QC 而且它的腳架 它說明是Lifetime Volanty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給多些信心 就算你說Mavoto的腳 我自己用 穩陣來說是穩陣的 但始終它是有些東西 它是不肯給你便不肯給你 尤其是大家也看到 Mavoto是不能用勾 不能用勾 即是說它不能負重 其實就不是的 你要自己另外買到一個勾 勾這裡 那你便可以負重 勾這個洞 Mavoto很多都是用這個 而且它不是正中間 你自己想 但是Mavoto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腳架多數會有這個東西 那你便可以另外再扭一些東西上去 所以這件事是Mavoto好用的 Pick Design它現在還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Pick Design它也有自己聰明的地方 它的勾很容易勾出來 宗族很容易整支可以拿走 其實宗族可以拿走 就不只是Pick Design獨有 好像我這一個 這一個是台灣的一個牌子 這隻腳跟了我九年了 用這個腳架之前 我是用Gizzo的1系 我這一個是跟Gizzo的1系一樣size 但是應該不是 它比1系還高 但是它的負重 是2號腳的level 所以你想想 那我這個Pick Design的腳架 我那時候買 只有一支腳 我記得買了3,800港幣 只是腳而已 還沒計算過Hat 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你肯定買不到這個了 這個是限量版的顏色 所以你肯定沒有 那時候我賣了Gizzo 換這個 我再對上一支 是Manphoto的Expo190 190不知道什麼 那些 因為那個又有另一個功能 其實你問我 我那個也很喜歡 但是那個是更加重 但是大家有功能上的不同 Manphoto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以前那隻版 真的跟現在Pick Design的一樣 是一放下去 就可以鎖死了 其實我現在這個版 你見到我這裡 是用一個 我叫做拉雞 即是這些 我叫做拉雞的鎖來的 其實拉雞鎖已經很快 就是這樣放下去 一拉就實了 但是Pick Design的那個是更加快 所以 那我就選他 至於如果大家真是初學的人 或者真是剛剛開始拍片的人 到底你應該是賣什麼腳架呢 首先第一件事是 如果你的相機 你已經投資了兩三萬元下去 即是你也知道 連鏡頭 身體連鏡頭 現在真的分分鐘 你這樣已經兩三萬了 對不對 如果你找一隻腳架 千多元 我不是說千多元沒有好東西 而是你不要想著 你找千多元的腳架 功能是要很多 尤其是那些千多元的腳架 或者是 再便宜一點 幾個水的腳架 它的腳管很幼的 而且它這些位置 即是這些組合位置會很薄的 因為它為了輕 這樣的話會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你經常扭它 經常去負重 這些位置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斷 即是我在說這些位置 因為它始終是用不知道什麼的 壓度Medium 或者可能是 它這些位置是膠 因為它輕的 膠就是輕 所以也會有這些問題 兩萬多三萬元的東西 放在這些腳架上面 去拍照 去拍片 我自己覺得有點不安全 所以我就不夠膽這樣去試 那其實 你說一千元內有沒有些筍東西呢 其實都有的 但是幾百元港幣 就說是旅行很小的腳架 就不要買了 你一千元內買大小小的腳架 因為其實大小小的腳架 它的腳架比較粗 它的接駁位比較大 這樣會比較安全 那些小的旅行腳 一千元內真的 我自己覺得比較危險 那當然 如果你覺得 你願意試的 那你就試吧 那其實命夫妥這隻 香港應該都是賣千多元而已 那所以 千多元 和一千元內 那我當然要給多一點安全 對嗎 還要卡房 已經是炭千腳 都是千多元而已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試便宜的話 那不如你試這個吧 那些再便宜的 大家真的不要想了 我只是這樣而已 不代表你的 我覺得是這樣而已 那這條片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已經決定買pre-design的腳架的話 那這個project完了 即是雜資完了的時候 Add more function 你是可以再加其他東西的 即是說 袋呀 夾呀 或者板呀 其他的配件 你是可以再之後加的 那這次暫時就不知道 它會不會有些特價 因為上次我買袋的時候 它是其他配件都有特價的 所以我是再買一條相機帶 是都有特價的 而且給一次運費 就已經包了所有東西 那所以 如果你買腳架的話 你又想省些運費 買其他東西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說多次 我是真的沒有收過任何賺助 你買不買 它的東西 我都是要付錢買的 所以 它是完全沒有賺助我的 不要負責 你一定會買得到 不要負責 你以為不用煩 你以為你買到